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开258 我们上次讲到了第二这个地方 这个着镜跟离镜 这个执着 拒着 就是说你停住在 锁住在某一个地方 这一个有执着在某一个地方 聚着在某一个地方 那么对于在这个镜像上 停住在那里 那么这个叫做着镜 相反的就是离镜 对于这个的镜 能够脱离这个镜的自性值 超脱了真实存在性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了着镜或者是离镜 那个着跟离的话 通通就是对于这个自性值 有没有自性值的这个问题 你有了自性值的时候 这个就是着镜 那如果说超越了自性值 那就是离镜 所以这个离镜不是跑开掉 就是说你对这一个镜 本身没有去执着它 这样发现到它是性空的 它是无自性的 这样就可以了 不是刻意要抛开它 逃离它 不是这样子 好 那么下面 就是里面有两段 现在要讲到第二段 就是善之士 摩赫波罗波罗蜜 罪尊罪上罪第一 无助无往亦无来 三世诸佛从中出 这一个是祭颂 这个我没有写上去 其实这个就是祭颂 因为这个六祖 他秉持的佛陀说法的那一个方式 就是说有时候讲长行的 有时候中间就插上了 这个祭颂 那么现在这个是祭颂 那么摩赫波罗波罗蜜 下面总共四句都包括在祭颂里面 他那个押韵就是蜜 波罗蜜的蜜 再来就是祭颂 再来就是祭 再来就是祭 有没有看到 摩赫波罗蜜 这个是押韵 罪尊罪上罪的义 义和义 这个是押韵的 摩赫波罗蜜 无主无翁也无来 三世主佛中中出 那一个出就是要古音练齐 齐的时候就跟一跟蜜 是同音的 好我们必须了解到这个是押韵的 四句是押韵的 好那么再来 我们现在把它解释一下 三世诸佛 这个是从时间上来看过去 还过去世 还有现在世 还有未来世 这个三世里面 都有出现过佛陀 那么这个三世诸佛 好那么在三世的外面 又加上了十方 这样子才能包挂一切的佛 有三世的佛加上了十方的佛 我通通包挂在里面的 好第四 陈佬 陈是指这个六根所缘的六径 色身相畏触法 这个是陈 佬是指能源的心 佬率不止 这个是佬 好如此 辛佬于这个陈径上 总说 这一个劳苦的身心世界 叫做陈佬 好第五三读指贪称痴 好贪就是对可欲净 生起了爱欲的心 那个叫做贪 称就是对于不是我意的那一个意境 生起了厌恶的心 那一个是嗔恨心的 痴就是对一切事物 不理解它是缘起无自性 而误认为它是有真实存在的 这一个就是痴 也就是说你不能了解到它是缘起性空的 那么这个就是痴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一个佛经里面讲的这一个痴 不是白痴那种痴 只是在讲对于缘起性空的这个理 他不能理解不能接受 这个三读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本 所有的烦恼从三读发动出来的 第六看看下来 戒定慧 这个戒就是防非止恶 能够辅助贪爱的心 好定就是专止一心 你的心专注于一的那一个境界统一的 能够降伏称慧心 慧就是侧见性空缘起性空的 能破这一个痴心 刚刚所说的这一个贪嗔痴的痴 跟这个慧刚好是相对的 这个慧就是破那一个痴 好戒定慧称为三无落雪 对痴贪嗔痴三毒 情形是这样子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论意 这个论意很重要的 好凡夫及佛 不是说先前原来是佛 产生了一念无名 而转变成众生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学佛 经常听到有人这么解释众生 原来是佛 他怎么说呢 是说在无量节以前 我们大家通通都是佛的 都是佛 然后你产生了一念无名 就转变成众生了 所以佛转变成众生 众生等来是佛 后来变成众生 现在我们学佛以后开悟了 你这样子就回复原来的那一个佛的境界 这样子的解释完全就是错误了 这样子的解释是外道的说法 不是佛教的 这个是道门之见 你必须了解到这个凡夫及佛是这样子 如果说我们从这边往右来讲 好 这么样子过来 来到这里的话 这个原来就是佛的境界 好 现在在这一个地方 产生了一念无名 对不对 现在这个无名产生出来了 好 这个时候 产生无名以后 这个变成众生了 这一段就是变成众生 好 那么你现在从这个地方开始学佛了 好 学佛了 学佛开悟了 对不对 现在又变成佛了 这样子的说法 这个是道门的 我们讲到道门就是受到道教影响的 或者是原来它本身就是属于道化的佛法 它虽然讲的佛经 但是它其实它就是道门的 那道门的里面太多了 我们现在外面那个讲道门的 很多讲到什么三期末节了 天地要说圆了 这些通通都是道门的 好 像这样我刚刚说的这种 无始在这个这里 在无始 无始之前原来就是佛 在无始的时候 一连无名妄动 然后变成众生 众生现在学佛开悟了 又变成佛了 这样子就是外道的思想 这个不是佛教的 佛家的众生是佛 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现在画在黑板 这个是外道的 不是佛教的 这个我们必须了解到 这个凡夫及佛 这个就是说 当下不是讲过去的时候是当下 你当下这个是凡夫 凡夫是无自性的 凡夫也是没有实在性 不但凡夫无自性 成佛的佛也是无自性的 要搞清楚 这个只是假名而已 所以你现在 这个在假名为凡夫的当下 你发现到凡夫是性空的 你已经见到空性的 这个当下就是佛 所以即使你没有去发现到 他是无自性 他还是佛的境界 所以凡夫本身就是佛的一个境界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现在学佛就是要叫你回光返照 发现到你原来本身就是佛的境界 好我们再看下来 这里有说 这个即佛是从理性上的角度来说 凡夫的当下 他的理性即是佛 好再看下来 因为所谓的凡夫呢 他没有实在性 这一个无自性就是性空 也就是佛性 好佛性就是佛的境界 好比如 这一个佛性论的破制品里面 他这么说 他说凡圣凡夫跟圣人 还有众生 你看这讲到了三种 凡夫圣人众生 皆从空出 你看这里讲到 通通从这个空就是性空 不是虚空 不要搞错 这个不是空无 不是虚空 这个是指性空 就是你体悟到 他原来就是性空的 好故空是佛性 这个空本身就是性空的本身 就是佛性的 好只要你误入到这个性空的实相 当下就是佛的境界 好惠能六祖呢 在谭经的下面 下文他也这么说 他说你如果不悟的话 没有开悟 即佛是众生 当下虽然是佛 但是也变成众生 因为你没有开悟 如果你一念悟时 众生是佛 众生当下也就是佛 其实佛跟众生只是名称上的一个转变 他的当体完全没有改变 所以你不要小观自己 好我们再看下来 虽然然而虽如是说 虽然是这么说 也只是方便的提析 在南宗的本质 禅宗这个就是南宗 我们讲到南宗 就是六祖慧能所传的 这个是南顿北建 这个南宗 他的根本宗旨 其容做道理慧 不是在用理论的 好如虚堂和尚的语录卷山 里面这么说 他上堂举 严头见德山便问 好这个严头 他去拜见这个德山禅师的时候 一看到他马上就问出来 是凡是圣 究竟这个是你是凡的还是圣的 好德山便和大和一生 好头便礼拜 头就是圆头 圆头听到了一和的话 他当下就礼拜了 他后来大悟了就开悟了 好这个我们必须了解到 禅宗里面的禅师经常用和的 不是用和就用磅 磅和其实是一样的作用 它的效果是相同的 好这个和的这个作用呢 在这一段现业势流 当你一和的时候啊 所有的现业势流中断了 把你和断了 德山这么一和的时候啊 就是正是和去了圆头 心中他的凡圣分别 他一来就问说是凡是圣 也亏得圆头啊 如两马呢 见边影 挤绝奏而去 那个两马好的宝马 不用那个鞭子抽下去 打下去呢 他看到了鞭子的影子 在空中飞的时候 飞扬的时候啊 他马上就绝奏 绝奏就是奔跑 开始就飙去了 好 现在啊 再看哦 像这个法眼禅师的语录里面 第一卷他这么说 好 上唐云 真如凡圣啊 皆是梦言 佛籍众生 并为语尊 好 他说真如真如就是佛性嘛 好 还有凡夫或者是圣人这些哦 不论是真如佛性凡夫还是圣人 通通皆是梦言 就像梦意里面讲的话一样 根本就没有真实 还有佛以及众生呢 并为语真 语真就是啊 也是一样 你是言语上面所附加的 并不是真实的 所以佛或者是众生 只是言词上不同的一种称呼 里面完全是没有实际性的 好 我们再看下来哦 又如圆舟仰山会集 禅师的语录第一卷里面 好 这个南塔光涌禅师 北游夜灵迹 好 现在这个光涌禅师 去参这个灵迹禅禅师 复归四师 他参了 参访完毕了以后 又回到回来 侍奉他的老师 好 诗隐就说 如来做什么 你回来你来干嘛 南塔就说了 离井和尚 我回来就是要来礼拜 看看和尚向你问安 好 这个时候 这一个诗隐考验来的哦 他的老师就说 还见和尚处吗 你是不是真的有看到和尚的地方 和尚你当然这一个不是指 这一个外表五官五印形 所成的这一个和尚的面貌 当然要讲到了他真实的内涵的法身境界嘛 好 他说你回来的 好 你看到 你还见到和尚处吗 南塔就说见 我有见 你很肯定的就说我见的了 好 诗隐和尚何是礼 他说你看到的和尚 他什么地方跟礼相似 礼啊 礼佗佛的 礼马 礼马 这个是同列的 好 南塔马尚就给他回答 他说摩甲见和尚亦不是佛 你看这个很厉害哦 他说我看到和尚你也不像是佛 人家是问他说 你看和尚什么地方像一头驴 结果他的回答说 但是我看到和尚也不相似是佛 好 诗语 若不是佛是个什么 你说他不像是佛 那他像什么呢 兰塔就说了 若有所适与吕合北 如果有所相似的话 跟吕有什么差别 这个太厉害了 诗大经云 他的老师 师父就非常惊讶说 凡胜两望 情境体路了 你看凡夫圣人这两边通通敏除了 泯灭了 忘情了 情境体路 这一个情势完全消禁的当体显露出来的 他说无以此印人二十年 二十年来经常用这个来去考验他人 无绝了者 通通通通通通 能够真正了解绝了的人 只保认知 现在唯独你突破了 你要好好保认他 这个是老师给他的一个勉励 如此体会凡圣双鸣的意义 才真正会得凡夫及佛的真意 你如果去掉了凡夫保存了佛的真实性 那你还是凡夫 所以他现在凡夫及佛 就是凡夫跟佛统统往前放下了 再看下来 所谓的烦恼及菩提 这个是说烦恼乃是缘起而没有实性 这个性空的当体就是叫做菩提 所以菩提不是另外灭掉了烦恼之后 有菩提出现 不是这样子哦 所以并非离烦恼之外 另外有菩提 或者是烦恼当中有菩提 这个都不是 而是烦恼无自性的当体就是菩提 所以你看到了烦恼当下就是菩提 好 同一件的事物 迷的时候就是烦恼 你悟的时候就是菩提 非是二法 它不是两种的存在 所以这个大株惠海禅师 他这一段这一句话讲得很厉害的 他说或断烦恼或求菩提 悲却般若婆罗密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说当你断烦恼 或者是求菩提 你看这个都是两方面的 一个是断烦恼 一个是求菩提 通通违背了般若婆罗密 般若婆罗密当下 他没有断或是求 你在这个两则当中去取舍 他都是妄想的 因为这个烦恼是虚妄 他没有自性的 没有实际性 比如我现在下面 这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 像杨贵妃要入宫之前 母子将欲分离 他母女要分离的时候 而临此生离死别的悲痛 不经相勇而泣 两个人都在哭哭啼啼 极致入宫以后得宠了 享受了荣法富贵 这个时候则后悔以前的悲痛欲解 当时怎么这么笨 还这么哭呼啼啼的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知道了 烦恼是虚妄无实的 以此得知 一切的悲欢离和 种种的烦恼 具无实性 通通都是假的 没有一件事真实存在的 既然是虚妄无性的 当体即空 这一所说的空就是菩提 好 我们再看下来 所谓的前念浊静 即烦恼 后念离静 即菩提 好 这一所说的 这一个浊静 它是不见缘起性空 没有看到缘起性空 物静为实性 它误会所看到的那些境界 都是有实性的 所以执着其境 掉入在这个情境当中 所说的离境 不是不缘其境 不是不要去缘这个境 而逃离这个境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离其自性直 要气入到这个境里面 而没有自性直 就是说 虽处其境 接触到它的境 物知它是性空的 以它能够离去 这个自性直 就是故不为所服 不被这个境所束缚了 因此当下就是菩提 所以你如果要抛弃了眼前的这些境界 离开了这个境界 跑掉了这个境界 跑离了这个境界 那你永远还在烦恼里面 没有办法脱离 好 再下来 它这个无助无往亦无求 就是说它的这个无往就是无去 往就是去嘛 无往就是没有去 好 这一句就是说一切的运动以及静止 都无实性 都都是虚幻的嘛 住就是停住在某一丁点上 这个是着住在某一丁点 那么这一个如来藏的学者 有人以为如来藏是一个真实体性 而停住在如来藏上面 他们会讲到你讲到了空 就是很虚无缥缈 空空洞洞的这一个不行 你要空而不空 那一个是如来藏的存在 那你就认定如来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体性 好 这样子的话 不知如来藏也是性空无自性的 不可以住 如来藏你不能够停住在上面 好 再看下来 为是学的人 有人停住在阿来耶士上面 以为是万化的根源 一切万化通通由阿来耶士所延伸出来的嘛 所以他就认为阿来耶士就是一个根本 他就停住在这个阿来耶士上了 他不知道阿来耶士只是一个假名 无自性的境界 而你去注着他 好 那么性空学的人 以为性空这个空在破直 一直要一直破 破到了最后 无可破处的那一个必进空的境界 那一个就是真实的存在 而他就停住在上面 而不知道这一个空不是有一个据点 根本就是不可以有一个立足点 给你停住在上面的 所以佛法的这一个要职在于无助 好 现在刚刚讲过了 如来藏的 为是学的 还有性空学的 通通有他的盲点 通通有所住 他现在要告诉你 一定要无所住 好 如果我们详细的去研究他 大约有六点不可住 好 下面就一个表 不住的这一个表 好 稍微看一下 第一 不住设身相畏处法 这个六层 六镜 你不可以停住在上面 大家可能比较清楚这一点 因为设身相畏处法都是外镜的 而且这些都是虚幻的 有形有相的嘛 可能大家都不会去停住 但是还是有人会住 住在哪里 住在外在的世界 这一个世界不可住 另外的他方世界的地方可以住 那个地方有净土 我可以去住 这个也是住 告诉各位 你连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停住 因为你到了他方的净土 他还是在设身相畏处法里面 你如果说他里面没有设身相畏处法 他不成为一个世界 好 再看下来 第二 不住所修的任何一处 很多的修道的人 有一个盲点 他认为我们在修道的有一个地方 那一点是最重要的 好 举个例子 我下面弄来一个刮符 比如说三根 顶门 丹田 会阴等等 他认为我们的生理现象里面 就是有这一个 那一点是最真实的 他会住在那里 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可能他的师父教他的 他已经不是师父有问题 是他的师公的师公 一直传下来就已经有问题了 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一个 有一个地方可住的 他还是要有所住 三根知道吗 就是两眼之间那一个凹下去那一个地方 鼻梁上面中间那一个 那一点叫做三根 道门称他叫做玄关 顶门就是我们这一个上面的这一个信 信门那一个地方 小孩子的时候 两三岁那个小孩子最明显 他还会动的 那个叫做顶门 丹田就在我们的杜柴的下面 三寸的地方 那个有一个丹田 他那个丹田就是你在练气的时候 呼吸的时候 那一个地方会出入 不是出入 那个就是会凹凸凹凸的 那一个地方就是丹田 会聚那一个气的地方 会阴就在古道跟水道的中间 就是钢门跟这一个尿道的中间 那一个地方是会阴 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学佛的好像没有这样子 太多了 我听过的人很多人都是认为说 要停住在某一个地方去修训练 尤其是道门一开始的话 就是要从三根下手 还有一种人他不是讲三根 不是讲玄关 他讲玄关里面有一个松果体 这是我们的脑袋里面中间点 有一个松果体 他那个会产生了第三支眼 有六神通 什么通通就是在那一个松果体里面产生出来的 所以他就安住在那一个地方 这一个也是一个盲点 现在讲到了不住 第三不住生死或者是涅槃 生死当然大家都不会住 但是心心恋恋都想到了要正涅槃 不知道生死跟涅槃通通都是两头话 都是两端的 好 第四不住任何的一个法门 当你平置在某一个法门 认为这个法门是最高上最高级的 最究竟的 最圆满最圆通的 你如果是这样子去执着他的时候 就叫做法执 执着在法门之上 这个是正正道道地地的法执 好 我们再看下来 第五不住任何一法义 你认为佛法的这一个教义 某一个教义里面最殊胜的 我修的这一个法门最高级最高上 就是这一个法义 他不知道这一个就是方便 佛法里面佛陀从来不曾有一个使法给你 所说的完全就是全说方便的 方便全说的 你如果认为它就是实际的法 那你就停住在里面的 好 那么第六 不住任何一见解 人的一个见解 不管你见解是如何的 通通要放下 你停住在某一个见解里面的时候 你就死在那个上面了 所以连这个见也不可得 好 这个是不住的一个争议 好 所谓的住就是你有所执着 那么你有所执着的时候 就会停止在上面 会聚住在上面 根据这一点就住在上面了 会住指 停止在上面 而无住就是超脱了任何成见 跟任何的见解 完全跳脱出来了 比如 万松老人平唱天同正觉 颂古从容安禄 好 这个第二卷里面 怎么说 他说毫礼有差的时候 天地玄格 你看 你有差那么一点点毫礼而已 已经就是天地的玄格 那么差别那么遥远的 好 辱作骂生会 这样 毫礼有差天地玄格 这样子的说法 你是怎样去体会这八个字 修阴 好 他说毫礼有差天地玄格 他认为答在问处 你所问的其实就是所答的 答在问的地方 好 那么这一个眼 法眼就说了 任骂又争得 你这么说怎么可以 怎么对 修阴 摩甲子如此 我的见觉 我的境界就是如此而已 和尚又如何 那你的意识要怎么回答 是怎样呢 这个发言就说了 好理有差天地玄格 你看这个才厉害 还是说他一样的话 但是意境就完全不同了 这个时候 修辩礼拜 他这个时候就开悟了 修山主听到这句话 就真正的悟到了 所以你现在讲出来的那一段 是因为你有所执着在上面 你经过了否定以后再说出来的 你是没有执着的 所以这个破而后立 你要立的时候建立的立 你要立的时候应该要破 破了以后再立 你如果没有破而就立下来 那个就是执着有所住了 好 这个住跟往来 它是相对的 住就是停住在上面 往来就是有活动 有运动的 住就是静向 往来是动向 这个是相对的 那么禅他所体验的这一个境界 原来就是非动非静 所以他无住无往亦无来 好 比如佛国原物禅师 碧原路第六卷里面这么说 他说他举这个马大师 马祖跟百丈行刺 这个有一天 马祖大师跟百丈在行走的时候 看到了剑野鸭子飞过 看到了一群野鸭在头顶上前面飞过去的 大师隐 马大师就说这个是什么 葬就说了 百丈说野鸭子 那个是野鸭子 大师隐 什么处去 他到底去哪里 他说飞过去了 也有其他的文献写成 他说向南方去 就是飞到南方去的 这个时候大师碎扭百丈鼻头 这个马大师就翻过身来 把他的这一个百丈的鼻子 用力扭 扭很大力的 脏做忍痛声 这个百丈就觉得太痛了 就忍痛声 啊啊啊就叫起来的 大师说 何尘飞去啊 飞到哪里啊 你说 好 从这一个公案里 这个公案很长 后面还有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那么这一个重点在哪里 他要告诉你们 根本就没有飞去哪里的 马大师最初问说是什么 这个百丈说是野鸭子 这个已经是第一重 住在这一个事项上 这是第一重的 好 极致第二次又问了什么处去 他说 百丈就说飞过去了 这个是第二重 他着以去向 有去向的 好 所以马大师呢 遂扭其鼻 这么说 何尘飞去 怎么有飞去 好 这个正是无住无往 亦无来的那种住脚 反观 我们生的时候 我们不曾来 死的时候也不曾去 这个是去来皆无自性的缘故 所以各位你要好好地反攻自问 反攻自性 你可以自我验证一下 考察一下 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当你真正发现到 他原来就不曾来 也不曾去的时候 你当下就是如来的 只是好像来 根本就没来 好像有去 其实也没有去 这个无去无来 这个叫做如来 好 而非为取无来去向 不是取这一个没有来去向 作为你的宗旨 以去 去而不去 来而不来 所以称之为如来 如来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到 如来不是停住不来 也不是有所来有所去的 这些理念 这些理念你通通要放下 好我们下面再看下来 摩赫波勒被称为佛母 我们经常看到了这个佛母 摩赫波勒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三世诸佛从中出 就是从这个摩赫波勒生出来 所以摩赫波勒被称之为佛母的缘故 心经里面不是讲到三世诸佛 因为这个并不是说波勒会生出诸佛 而是诸佛依波勒而成就无上菩提 这个波勒会生诸佛 跟诸佛从摩赫波勒而成就无上菩提 这个是不一样的 不要搞错 你不要把它混为一坛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到 这个三世诸佛是依 现在讲到依 依这个波勒波勒密多而成就无上菩提 这个摩赫波勒的功能 就在于打破这个五蕴 烦恼成老而完成佛道 这个五蕴它是集成无人身心的基本元素 大家都知道的 也是被执取为我的基本条件 那么佛法讲到了 人只是五蕴合合的假名 所以人是假名 其中根本就没有实性在 因此说它是无我的 但是凡夫外道 却坚持有我的存在 那个我就是里面有一个我 有一个实在性 有一个灵性 有一个主宰 就下面 看看下面有一个表 这个五蕴的表 这个五蕴 色 受 想 行 事 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色就是肉体 受就是感受 想就是一种表象 行就是我内在的意志 事就是分别 肉体 色 这个是物质的部分 受 想 行 事 这个四蕴 这个是精神的 那么物质的 一般我们凡夫 一般的人 只取肉体的身体为我 认为这个是我 那么外道 它是只取灵性为我 就是精神体 当作我 它也知道物质是假的 没有我 真正的我 是里面有一个灵性 它能够一种主宰 主宰我们的 源与 举止 种种行动的 那么这个才是真我 这个是外道的 那么佛法 它发现到五蕴 皆空 色 受 想 行 事 不论物质或是精神 里面通通都是无我的 好 我们再看下来 这个五蕴 范语 Pranjia Sakanta 这个又另外翻译作五寿印 或者是五曲印 这个曲跟寿 极堪走远 意思就是说五印的 他本原本就无自性的 原本不积累于人 五印的当下 他并不会积累人 烦恼人的 他没有的 不会这样子 但是由于我们对他产生自性值 对这个五印认为他是实际存在的 物认为实有自性而取受之 这个时候有所取 有所受 所以才被他积累束缚 被五印所束缚 所以这个五印的实性 就是会产生我们内心的一种执着 而成为有的存在 并非五印客观的实有 五印不是客观实有的存在 它的存在是存在你 我们对他的产生取 产生受的那种观念作用 所以不了解到他是无自性的 他是解孔的 认为他真实的存在 所以才被他束缚 被他耶稣的 好 现在金所说的 打破这个五印并非将五印元素 把它破除 这个很重要 打破 而只是打破五印的自性值而已 破除你内心的一种自性值 不是打破这一个五印的形体 好 只要离去了自性值的那种受取 而恢复本来性空的一个状态 那么就是实相现前的 这样子说来 那么因为五印而起的一切烦恼 尘劳也都一片解除了 所以我们讲到 照见五印解孔 心经经常讲的 不是这个五印把它消除 不是离开了这个五印 不是逃脱这个五印 而是你要进入到五印 发现到五印 它是无自性的 原来就是无自性的 不是因为你用般若字去观它 它才变成性空的 不是你现在修道 念佛持咒 用咒语去吹它 它才变空 不是这样子 而是五印当下 它原来原本就是无自性的 所以当你发现到无自性的时候 天下太平了 在杂阿寒经卷史 二六五经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 它解说这个五印的时候 都以辟语来说明它是性空 它的性是空无的 如下表 我们看看下面这个表 因为这一段我引证这一段 它不但是在这个杂阿寒经卷史二六五经里面有 就是在大圣的摩赫波罗波罗蜜经里面 也有这样子的说法 好 我们来看 下面的这个表 就是他们说的 这个色如巨末 它就是说人体 人身的这个四大巨核的物质 地水火风 这个色 就像这个巨末一样 巨末 巨末就是什么东西 是巨末 你们有一定会看过那个肥皂泡 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 那个肥皂粉下去 手里面倒一倒的时候 它会起泡 那个起泡一直 泡一直起上来 很大一大团一大堆的 那么这个就是巨末 我现在用肥皂水来说 那么我们在水沟 你在田野 还有那个水沟上面 比较脏的那个水 它流下来的时候 上下有高低会冲下来 那个地方 低洼的地方会结成这个巨末 那个有点像水泡一样 但是它是集体的 很细很细的泡 聚集在一起的 这个叫做巨末 他现在告诉我们 佛陀说的 他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色 四大甲核的这个色体 就像巨末一样 你手一摸的话 它破掉了 没有实际存在的 你看起来太阳光一照射的话 鲜艳夺目好漂亮 你看那个歌星 影星 在电视上面看的话 很漂亮 我告诉各位 你卸妆了以后 通通没办法看的 不能看 所以它那个都是画出来的 你不要被骗了 所以它就是像巨末一样 不实际 你要知道 再美的 再丑陋的 通通都是一样是巨末一团 都是虚幻的 这个是辟语 瘦如水泡 那个就是我们的那种感受苦 乐 无常 如之 就像水泡一样 水泡就是水面上产生的 欧 海欧 那个海水的欧 海水的泡 水泡也一样都是假的 你一手一碰它就是消失了破掉了 那么我们的接受 领受跟这个水泡 没有两样都是虚幻的 不实际的 所以你觉得很美的 觉得很舒爽的 或者觉得很痛苦的 通通不实际 你那些感受 通通都是虚幻的 虚假的 你要有这样子的认识 好 想 如阳焰 阳焰 它是我们像在台湾 比较不容易看到 但是也可以看到 太阳光很强很累的时候 你看过去 平行的看过去 它在空中 有那种散射散射的那些 很维系的散射在空气中 那一个就是阳焰 阳焰 远处一看的话 它会好像是水 一团的水 我们在 非常容易看到 就是高速公路 你在高速公路坐在前面 车子的前面 你看到前面 对面 那个远处 有前面的车 它那个车的后灯 它有 比如说它要 转 车道 它要向右转 还是向左转的 它要打方向灯 好 那么那个方向灯 它会 它底下 轮子下面有 好像有一滩水 会看到 那一个灯 会有导影 在水中 会有导影 其实它不是水 它就是阳焰 你走过去的时候 你乍看之下 那边有一滩水 刚刚应该是下雨吧 现在路上有积水 事实上高速公路 不可能积水的 它水马上就会流掉 消失掉 所以你走过去的话 那一滩水又消失了 可见 这个就是一种阳焰 好 那么想 我们的那个 可想 我们在想的时候 就像阳焰一样 那么虚幻的 那个印度 那个平原很宽阔 心肠有阳焰 那么路 那个路 渴路 很想喝水的那个渴 很口渴 看到前面有一滩水 它就奔驰过去了 要去喝水 去到那个地方 没有水 它转过头来看到 左边 原来水在左边 它又奔过去 也没有 它转回来看 在我的背后 它背后又跑过去 也是消失 所以它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结果 徒劳疯炸 根本就没有 喝到水 因为那个是阳焰 所以阳焰都是假的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那个 我们在海边 看到了海市圣楼 海市圣楼 真的有海市圣楼 古时候 我们就是在 那个书本上看到的 有在海边可以看到 海市圣楼 但是现在有录影机的 他们中共那一个地方 他就把它录下来 把那个景象录下来 真的 你看到 因为我们没有现场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录影 里面空中就是有街道 有那个宫殿 有什么 那些宫殿那是从哪里来的 很奇怪 就是应该就是 旁边某个地方的 那一个影像 显现到这个 反射到这个地方来 那个就是属于 也是阳焰的 海市圣楼 都是假的 那我们想的 通通就像阳焰 那么喜欢 虚假 好 再看 行如八家 佛陀用这个八家 来形容 辟益 这个行 什么叫做行 行就是 我们的那种 意志冲动 意志造作 它会一直在 运量 一直在运动 冲出来的 这一个活动 那么这个叫做行 那这个就是人的意志 千流 就像 芭蕉一样 芭蕉 就是像 我们的香蕉 我们现在吃的那个香蕉 比较大 芭蕉 比较小 那么 那个 你们有看过香蕉 你就知道 那个不是香蕉 那个吃的香蕉 是香蕉的树 整棵那个树 你看到 一棵那么大的 这个树 那么高大 但是里面 找不到一个香蕉树 真的香蕉的树 找不到 因为它只是皮而已 那个叶子 一直包裹 一直包起来 你把一片一片的叶子 把它剥掉 剥到里面还是没有 里面压根就没有树的 那个本质 它只有叶子而已 所以 现在用这个药来辟育 我们的意志 千流 运动 造作 就像这个芭蕉一样 没有实体 那么 虚幻 虚假 好 我们下面有一个 是 是 就是我们的分别是 这个是 如幻是 什么叫做幻是 印度人 他们 称这个幻 就是变魔术 那么变魔术的那一些东西 都是虚幻的 都是假的 不实际的 所以 把这一个变魔术的叫称之为幻式 那么我们的分别是就像变魔术一样 它会变现很多的东西出来 那个都是假的 通通 不实际的 比如说帽子里面变出了新台币 变出了什么美金 变出了钻石 那个都是假的 如果它会变的话 它就富裕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 通通都是假的 所以人之虚妄分别如之 你这个虚妄分别就是 是的一种作用 都是虚假的 好 这个是讲到了五印 都是虚幻的 虚幻的 好 又在这个杂寒经卷五一零四经里面 记载这个舍利佛跟燕摩家 李秋在论这个五印的情形 那么舍利佛他讲了一个辟语 他说若复习 复习就是保护爱惜疼习这个五印 你这个身体这个五印 就如同认这一个怨贼 作为亲友想 那个怨结就是要来杀害你的仇人 那么你把这一个 误认为这个怨结 这个仇人当作你的亲友 你就那么亲近他 你看你马上就被杀害了 好 有长者目求一个仆人 想要去找一个仆人 那么就有一个贼人 他的仇人乍现为仆来亲近 当作他的奴仆人 当作他的奴仆来亲近他 敬顺不韦 百般的恭敬他 以示主便 就在等待他的主人的方便的时候 异家 漏洛太夲杀 要夺他的性命 还有 若主善加防护 如果说这个主人 善加防护能够照顾好自己的 保护自己的话 即不受害 不会受到贼人的迫害 五印我们要知道 这个五印就是五印 它事迹害人 一如这个怨绝一样 凡夫不查 我们一般的凡夫 并不了解这件事情 对于五受印 作常想 当作它是恒常的 是安隐想 很安隐的 不并想 我想 我所想 保持复习 终为所害 你看你对它那么疼惜 那么照顾 结果你还是被它所害 这个五印 我们这个身体 现在它告诉你 你就像一个怨贼一样 它要来谋害你 要谋害你的这一个会面 但是你不知道 你以为这个是最可爱 最亲切的就是我吗 你当作我 它就告诉你 当我想我所想 我所想就是我所所有的 这个身体是我的 变成牢牢固固 非常牢固的一种想法 好 在这个经里面 它是这么说 多吻圣地子 于此五受孕 观察如病 你观察这个身体 五受孕 就像生病的病一样 如胸 胸就是我们的肿瘤 就像我们现在讲到 那个癌症 就像生癌一样 如刺 那个你刺到了东西的时候 那个尖尖那个刺 会痛的 如杀 拿刀子在砍你杀你 还有无常苦空 非我 非我守 这个你要这样子来观察 这个五应 于此五受孕 不受 你如果对于这个五受孕 你不执着它 也不接受它 不受是不受什么 不受它这个五应的自性值 你发现到五应本身是无自性的 你超越了自性值 没有自性值的 这个叫做不走不受 不受固不走 因为你不接受 所以你不执着它 不执着自觉涅槃 你当下你自己就觉悟能够进入不生不灭的捏盘境界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 所以捏盘是自我觉悟的 不是佛给你的 好 我们上面讲到 一定要观察这个五应 这个五应完全就是虚幻的 不实的 当你发现到的时候 你无助 无往欲无来 要用这样子的眼光去看它 打破这个五应烦恼的尘老 好 我们在下面再看下来 变三毒为戒定慧 现在我们必须了解到 三毒就是贪嗔痴 把贪嗔痴转变成戒定慧三学 所谓的三毒 即贪嗔痴 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为何称为毒呢 这个三毒为什么称为毒 因为贪嗔痴会毒杀我们的贿命的缘故 但是一般的众生通通不觉得 也没有觉得我的贿命被他杀害 所以每天都在贪嗔痴里面 世人每天都生活在贪嗔之中 哪里会发觉到它是毒 世俗贪障妄法 奸杀奴猎等等刑事案件 层出不穷 哪一件不是从三毒而出的 进而你修学佛道的最大阻碍 跟杀害会命的也就是这个三毒 所以务必要认清这个三毒 以前在彰化的郊区的一个铁路旁边 有一个龙人种植丝瓜 就是蔡龟 他有一天清晨的时候 这个龙人要去采这个丝瓜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到整棱的这个丝瓜 全部发黑枯萎 很奇怪 他想一定有人故意砍断我的那个丝瓜的头 才会变成这样 他仔细就是一看 一查看的时候 丝瓜的头并没有断 他正在纳闷查看的时候 或然发现有一节的这一个雨伞节 就是毒蛇雨伞节的头 咬布 那个头部咬着那一个丝瓜的 丝瓜藤的那一个头部 咬住紧紧咬住 当然咬了一下去 那个蛇的性质是这样子 只要他一咬的时候 毒液就自然就会出来的 好 会渗透出来 那么于是他就在铁道上 去寻找他的身体 断掉的身体 果然就看到了雨伞节的这个身体 在铁轨旁边了 这个就是他正要爬过那一个 铁轨的时候 刚好火车经过而连乱了 他的头刚好喷到了 这个丝瓜头部而咬住 以致整株的这个丝瓜 中毒发黑而枯死 整棚的这个丝瓜通通死掉掉 好 这个只是丝瓜被这个 遗伞节咬到而枯死的 但亦有被毒气 稍微熏到而死的 就是毒蛇的毒气去熏他而已 没有去咬进去 好 我现在讲到一个真实的事情 我的母亲 她曾经到沸田园的地方 因为我家在山的旁边 我们那个田有在那个山的旁边 好 那么我们那个田已经 四十几年没有耕种了到现在 它里面长出来的那个树 一个人可能抱不过了 他自己自发出来的那个树 已经那么大了 一个人没有办法抱了 可见你这个马上再没有去开墾的话 就变成圆野了 好 他在这一个废弃的田园里面 在草丛当中 突然被蛇咬到他的脚板 家父两个人去 家父那时候立即把他送医 把他背着 就赶紧跑去送医了 到山下去了 医生问他 这个是什么蛇咬到的 家母当时也没有看清楚 就说是青竹丝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 清场有青竹丝的 田园的旁边就是那个绿竹 我们采竹笋的那个 割竹笋 花竹笋的那一个竹子 竹子上面有青竹丝吗 很多的 所以我妈妈就说 那个是青竹丝 因为田园的附近 经常有青竹丝出墨的缘故 于是医生就给他打 这个青竹丝的血清 但是完全无效 我返家的时候知道了这件事情 告诉家母 那个是红色的雨伞贼 雨伞贼 他不是青竹丝 因为我少年的时候 曾经跟家父在开田的时候 就在那一个地方翻开了石头 里面有一窝的红雨伞贼在串动 后来又在该处发现了几窝相同的蛇 通通是雨伞贼 所以那一个地方是雨伞贼的地盘 何况家母的伤处没有肿脏 证明就是神经毒 就是雨伞贼的一个毒 但是你要知道 注射血清只在24小时之内有效 但是现在为时已晚了 他超过一两天了 所以无效了 结果后来这个伤口开始腐烂 经过了很多家的医院 以及民间的宴方通通无效 那个雨伞贼咬到的 通常通通死亡 没有例外的 结果我妈妈因为吃树拜佛 可能也有原因 所以他就没有好 但是也没有死 好 两年半 很快两年半就过来以后 听说这个大园的地方 国际机场那个地方就大园 那个地方有一位居民的蛇药 非常有效 但他老早就不给人家医治了 原因就是被一位犯者反告他 他从此不为人医治 就发誓不再给人家医治了 当时我就叫我的一个妹妹 那个妹妹她出家法名叫做如妙 好 去要求 找一个出家人去 应该比较容易 可能会答应 好 果然 对方看到是出家人 才拿出来一包药粉 说你放入到金属的脸盆 就是那个类似像那个铝的那种脸盆 加热它会起烟 那么要用那个烟去腥那一个伤口 那个蛇咬的地方那个伤口 你一直腥它 它就会痊愈的 就这么简单 结果家父就依法而行 只见这个伤口流出了黄水 它逐渐的一直流一直流 每天去腥它 它每次都流出黄水 经过了几天以后 黄水流干了 不再流了 它也就痊愈了 这个蛇毒 我妈妈那个痊愈是这样子 这个家父他每次熏完了以后 洗净了那个脸盆 就顺便把这个脸盆 靠在那一个花盆 一个盆花的旁边晾干 几天下来 这一盆花竟然发黑枯萎死掉 它还是洗过的那个脸盆 但是被那个毒气 一心照样会枯死掉 可知有多毒啊 所以这个 那一颗花 后来就真的这样子死掉了 因为它 只是那一个脸盆 稍微靠在它的那个花盆而已 所以 这个 遗伞贼的那个毒 很毒很毒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被遗伞贼咬到的人 通通都死掉 好像没有 权益过的 像我妈妈这个也是一个奇迹 好 其实啊 这个毒蛇的毒 也只能毒害色身而已啊 然而 贪嗔痴三毒的毒 它是会毒害法身会命的 令人永伦生死 更是恐怖的 所以 这个才是严重的 那个 戒定慧三学 是在对质这个贪嗔痴三毒的 所以说 变三毒为戒定慧 在大佛庭首能言经 卷六 那个地方 它这么说 色心为戒 好 因戒生定 因定发慧 事则名为三无漏学 它讲到了三无漏学 戒定慧 第一个是色心为戒 什么是戒 你要色心不犯这个戒 因戒而能生出定 好 因为定而能够发出慧来 所以你看这个有一个顺序的 好 这个 这个是从建教而说的 戒定慧 逐渐而成就的 然而在本谈经的定慧品第四里面 它就是这么说 它说定慧一体不是二 好 它现在讲这个顿华 那么定跟慧 它不是分开的 不是先定而后产生慧 它是一体不二的 定是慧的体 慧是定的用 即慧之时定在慧 即定之时慧在定 好 在这个 这个是谈经里面 南宗的顿门禅 我们讲的都是顿法的 因此我们知道 三无漏学乃是一体不可分割的 六族呢 与此处 美人应立转三毒 成为三无漏学 例如 周处除三害 我们以前都读过了嘛 国小的时候就读过了啦 那个周处就是晋朝的阳性人嘛 少年的时候就是贫穿孤苦 没有父亲的啦 好 贝利绝人 他也和孔武有力的啦 重情 四欲你知道 周里患之 整个乡里 大家都怕他 他跟南山的虎 长桥下的角龙 并称为三害 当时当地有三害 那么这个周处呢 听人家在谈论到他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他要除掉这个害 乃往沙府 就到南山去 把那一个府杀了 而且还深入到那一个 长桥 那个桥下去 斩那个蛟龙 那个当地的礼人 以为他死掉了 大势在欢庆 说哇 周处 现在去杀这个蛟龙 一定会被咬死的 大家都在欢庆的啦 结果呢 见其反复忧愁 看到他回来了 大家很害怕 很忧愁了 于是呢 他发现到这件事情 幻然入伍到伍国去 跟陆云血 就是去做学问的啦 周处看到了陆云以后 将自己的情形如实相告 问陆云说 我很想改过自新 但是我年纪已经那么大了 不知道是不是还来得及啊 陆云就鼓励他 他说古人贵朝闻戏改 朝闻到戏死可以啊 就是说早上你听到他到 晚上就改过来了 没问题啦 君前途尚可 你还可以的啦 且患之之不利 就是我们现在犯 就是犯什么 犯了优犯你的立志 不坚定 不坚定你的这个改过的这个志向 何优明之不章啊 根本就不用去烦恼说将来不会出名啦 后来他去吴国做官 作为左丞相 入境作为太守 自忠臣的那一个境界 好 我们世俗的人都能够转恶千善 何况佛门的妙法熏悉啊 当然能够顺利转三读成三学 所以这一个我们六组这里 就讲到了一定要变三读为戒定会 原因在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